似乎Ryan都審慎一些 但是大行又很樂觀 大部分都見到調升目標價 其中大和資本都說 你令現在的經營利潤率 只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去增長 還說接下來相信 中期業績之後 管理層有望進一步 上調全年收入和淨利潤率的指引 他們預計全年的盈利繼續增長之下 二、三年的收入 預料就較20年增長接近一倍 這個預測Ryan覺得會不會太樂觀呢 我又不覺得太過樂觀 始終李寧的利潤率 之前都相對屬於比較低一點的水平 如果你說參考我剛剛所說的 就是那個順利率 你說安達亞其實它用多品牌策略的 它的順利率相對比較高一些 其實也有14% 而去年的生意不是真的太好的 其實也有些挑戰性在 中東向過20% 所以你即使是 這次如果你計算的盈利 你拍到一些數目上 就大約18%左右 你提高指引 我當是20%左右 或者是好像大行那樣15% 即是你處於這個區間之內 我都覺得是一個屬於市場預計之內的一個數字 所以不是說真的一個太離地的一個比率 但是都有一句 它在一個策略上 佈局上 可不可以持續地給到市場的信心 還有它每一季 它那些存貨的周轉 它那個收入的增長 其實市場都會持續地看實 所以我想就不單純去看那邊的比率 去決定它 它是否在股內的一些首選 反而就會持續留意著 它的營運表現 和它的策略是否匹配 或者反過來 它的策略可不可以帶動到它的營運 好 你都說大行比的這些數據 參考可能就不太離地了 但是看到市盈率方面 李寧現在目前 趴下去其他的體育股股 就很離地了 因為它都接近110倍以上的PE 其他比如安踏、特部 這些都是80倍、50倍左右的 那算法李寧的股價到底是否真的太貴呢 如果這樣算 我自己會覺得它的股值是比較貴一些的 那你如果比較 一些在本港上市的一些股份裏面來說 其實那個PE的中位數 預測PE的中位數 30多倍的 不算太高的 而李寧那一年的 就是來年的一個預測PE 大概是70倍 它幾乎是行業最高的了 那你給它安踏呢 安踏是大於它的市值 安踏在它的規模上大於它的 說的是50多倍 那如果你這樣比較之後 的確是比較貴一些 如果你再看其他的指標 例如EV EBITDA 你可以顯示到那個企業的價值 更加反映到那個市值 和它那個企業價值的關係的一個比率 市場的中位數是17倍左右 而李寧是44倍那麽多 那就是你是遠遠去高過整個市場的上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就會覺得偏貴 這個其實也是股價所反映出來的一件事 你看到今天上過105元 但是到了午後 就是到了臨近收市的時候 都慢慢沽下來 都是高位食股的一個情況來的